大家好,欢迎收看一顶历史 传宗接代一直是大事一件 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在日本的皇室里面更是这样 为了有更多优秀的皇室血脉 日本天皇也会和不同的女子一起生于后代 日本天皇是个比较神奇的存在 不论日本有哪个幕府在统治 天皇永远是一条血脉 几千年未变过 为了保证天皇血脉的高贵 日本天皇只能固定跟五大贵族结婚 到了玉人天皇这一代 他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可谓是曲折多多 玉人天皇在结婚之后一直都没有生下儿子 在和皇后结婚的六年的时间里 一直到1931年的时候 玉人也还是只有四个女儿 这就让玉人天皇感到十分的着急 因为毕竟儿子才是真正可以传宗接代的最佳人选 作为日本天皇的玉人 三十岁了还是没有一个儿子 这确实在当时是一件比较揪心的事情 为了让自己的皇位保持下去 就必须有一个儿子作为依靠 玉人天皇后宫中女子本就不多 再加上她不想背叛与皇后的感情 可是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办法生下儿子呀 玉人天皇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人工受精 这项技术在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 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十分的先进 技术也并不成熟 百般思考之下 玉人交给了她的私人医生办理 经过特殊的培养和处理后 最后做了人工受精实验 让人没想到的是 有一个女人生下了一个男婴 玉人天皇算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了 这件事她是背着皇后做的 几乎没什么人知道 就在男婴生下来之后不久 玉人天皇准备公布其身份的时候 皇后也怀孕了 最终皇后生的儿子成了皇子 人工受精的那个孩子 玉人天皇早已忘了她的存在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